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老弟,老天文哥来聊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看这个Pelikon这个Protector 那Pelikon的产品这个Protector是每一代我几乎都有开箱 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 那我们这次来看一下这个14 Pro Max呢 它有没有一些更令人惊讶或者一些特别的设计 然后这个Protector呢,它是看一下它的 它是4.5米,这高防摔的 而且它是有支援MagSafe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产品包装,这样子拉出来 好 那我从以前都是给这个保护壳非常高的评价 那所以我们这次再来看看 好 首先呢,这次这个壳呢,它会让我特别感到有兴趣的原因就是 它的整个是,它这个背板就是一直线的,就是平的 所以你看起来会非常的厚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质感 你现在看到的手机壳就是你都会看到这个镜头凸起来的地方 那这一次它的做就是有一个边,有一个这个高度 所以其实你在摸的话就是,它其实中间是凹进去的 那它中间这一圈呢,你如果要平放在桌上,它就可以完全的平放 那它这个的部分就是说它的背板就是,它都会做这样 有这种一点一点这种孔的这种,很像排气孔的这个设计喔 摸起来很像那个,有点像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孔洞 然后这边印一个Pelikon 所以如果你说以Pelikon这个Protector跟这个Utherbox的来 我们之前有看过那个Symmetry嘛 它就会比Utherbox更有一个设计感 所以你看起来的话就会觉得比较,比较有质感 就比较多变化啦 所以你需要多一点变化的,我建议 像我摸到现在这边,我觉得你就可以购买了 那它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设计都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这个衔接,就是它是两片式的 它这个很防刮防脏的这个背板 然后衔接一个这个是很像一个橡胶软的材质 然后它里面设计的中规中矩 然后这是有这个MagSafe 一块在这边,然后它这里有一些这种很像我说 不锈钢的凹洞这种设计 然后它的厉害地方就是说 它里面呢都会有做这个接触的地方 都会有一格一格的很像热 这种热条 热条的一个设计 热条,防摔的热条的设计 所以这个壳是设计是非常多的 然后它这种比较硬的这种边啊 所以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框它四个角会稍微有点挖空 让你比较好拆拔 所以这个壳其实我看到这边就是不用考虑 就可以直接买了 它这个是 它这个是直接按的按键 我们不知道这个按键好不好按 我们等一下试看看 不过整体我觉得 哇,这个壳光看这个外表就很漂亮 这个厚度啦,我觉得这个厚度超漂亮的 如果你喜欢就是想要平放在桌上 然后又要看起来很厚 这个壳是可以 那你们会说它这个手感会不会刮手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啊 因为它整个很厚 所以你在握的时候 你不会像那个很薄的手机壳 你会很平整的握到 所以我看它这个 现在这个边很厚的话 它是全部都很厚 所以你在握的时候 你就握不到它的这个平面 所以你握在旁边 所以我现在在握这个手感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如果你很薄的话 或者是你只有做四个角凸起来 你再摸会刮 它整个全部都直的话 你再摸就不会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设计是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它多重 它 哇,44克耶,我觉得很轻耶 4.5米44克 我觉得是非常轻的 44.2克 44.2克 我觉得非常的轻 一般三米的大概都四五十了 它4.5米才44克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安装起来 是怎么样 拆装 我觉得应该是 以前的话都非常好拆装 看一下它的这个边 它这个边就是 我说了它的这个四个角 这边会稍微挖一个小缝隙 挖一个小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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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比较好拆拔 可是你在远远的看却看不出来 这个边是非常漂亮的 边的这个高度是 包袱性 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 这个静音键的开孔 非常好开 就是开关 按钮 按钮 按钮比较硬 那它这一支唯一的问题 就是按钮比较硬 可是我觉得是好按的 太紧了 它的按钮太硬了 所以这一次如果我要扣分 就是它的按钮 比较不好按 这一个按钮比较安 这边 左边这边的按钮 比较不好按 比较紧 可是能不能按 我是觉得还好 还可以 然后 底面 开孔都不错 整体的造型 都还好 还不错 然后看一下MagSafe 因为它这个距离比较高 距离比较高 还有网路很多人普遍就是 它这边吸一吸 会有MagSafe的印 所以这个壳 可能之后这边会有一圈 MagSafe可以的 MagSafe MagSafe中等 中上 中上 然后它的话就是因为它比较高 所以这个 会有一个空隙 看一下侧面 就会比较高 但是是可以的 比较有一个空隙 MagSafe 应该是属于中等 中等多一点点 中等 跟原厂差不多 我猜应该是这个原因 所以会比较 我这个摸起来大概中等 我看一下 它的镜头 镜头的部分是 我觉得它的镜头是刚好切起我的这个 一体式的镜头贴 所以如果你贴比较高的 我觉得可能会凸出去 所以你要贴镜头贴的自己要注意 然后它自家的这个很酷的这个 MagSafe Wallet 哇 刚刚好 它自家这个就很合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很适合装它自家的这个 它这个Wallet 它自家的这个Wallet 很不错 好 那这个壳我再摸一下 推荐度 我觉得还是很好 这个壳我觉得 很漂亮 我还是非常推荐 但是如果这个壳我唯一要挑的问题 就是它旁边左边按键 这个按键不好按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你说好不好嘛 我觉得这个壳还不错 所以我还是可以推荐 那它后面这边 可能会MagSafe 会吸一圈出来 这个你们就是要接受 那没办法 那这个是有MagSafe的产品 就是这边会有一圈 以后可能会这边脏脏的一圈 然后镜头是比较低的 刚好跟它切起 但是整体我觉得非常的整体 好吧 那这个壳我还是可以推荐 11次的话我给它99分好了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 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好按 可是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99分啊 大概这个按键 那你说推不推荐 因为现在这种壳 会这样子直线的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壳还是非常推荐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外型 是我很喜欢的 而且手感很好 不会很差 好吧 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这个壳我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种 军事风格平整的 这个壳我建议可以买 而且它可以直接站在桌子上 然后也可以放背面 好 那简直一集就到这啰 太好了 好 好了